逆袭奇迹,教练的绝地翻盘 故事简介 在橄榄球界,有一位智商碾压的教练,李昂 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处于低谷 但他有一个神奇的能力 在最后时刻总能临为寿命 带领坑爹球队逆袭创造奇迹 这一切改变了他身边的世界 却也让他自己卷入了一场既冒险又充满傻气的奇妙故事中 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名叫马里奥的哥哥 总是出其不意地给他提供意外的帮助 角色设定 李昂,男,30岁,主角 职业,橄榄球教练 特长,最后时刻临为寿命 率领坑爹球队逆袭创造奇迹 能力,智商碾压 拥有高超的战术思维和应变能力 目标,夺取橄榄球联赛冠军 个性,聪明绝顶,幽默风趣 但有时也会表现得傻乎乎的 马里奥,男,32岁,李昂的哥哥 职业,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性格,幽默,随和 但经常意外帮助李昂 提供一些看似荒谬 但实际上有用的建议 张敏,女,27岁 队伍的资深球员 职业,橄榄球队员 擅长防守 性格,坚强,果断 对李昂充满敬佩 但也对他的奇葩策略感到无奈 王浩,男,25岁 新人球员 职业,橄榄球队员 擅长进攻 性格,热血,充满激情 但经常因为缺乏经验而出错 林薇,女,30岁 体育记者 职业,体育记者 性格,聪明,敏锐 对李昂的故事充满好奇 经常跟随球队进行报道 故事发展 第一章,橄榄球教练的低谷 李昂在橄榄球界的声誉一直处于低谷 他带领的球队总是排名末尾 经常输掉比赛 并且被人称为坑爹球队的教练 虽然李昂拥有超凡的智商和策略能力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支持 他的奇妙计划往往无法实施 他的哥哥马里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无意间提供了一个荒谬的建议 让李昂为球队设计一套一次元训练计划 这个计划看似荒唐 但实际上却激发了李昂的创意 使得球队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章,零为寿命 在一场重要的比赛前夕 李昂的球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队伍中几名关键球员受伤 原本信心满满的球队突然陷入了低谷 就在这时,李昂被临时命令 接受一项艰巨的挑战 率领球队参加一场关键的比赛 并且要在比赛中打破连败的魔咒 李昂凭借自己卓越的智商和策略能力 迅速制定出一套反常的比赛计划 他利用球员们的特长和对手的弱点 设计出一个逆袭策略 这个策略虽然看似冒险 但却让球队在比赛中大放异彩 最终意外地取得了胜利 第三章,球队的蜕变 李昂的成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他的球队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虽然李昂的策略有时看似冒险 但他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和智慧 让球队逐渐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球队中的每个成员都开始适应李昂的训练计划 并且在比赛中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潜力 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 李昂和他的球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对手的实力越来越强 李昂的奇葩策略也受到了质疑 他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计划 以应对变化的局势 第四章,哥哥的帮助 在一次比赛中 李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球队的战术受到对手的破解 李昂陷入了困境 这时,马里奥再次介入,提供了一个看似无厘头的建议 在比赛中使用一种奇特的心理战术 以迷惑对手 李昂接受了这个建议 并且巧妙地将其融入了比赛中 结果,这种心理战术出乎意料的奏效 让球队逆袭成功 再次取得了胜利 马里奥的奇葩建议再次证明了其意外的有效性 也让李昂对自己的战术充满了信心 第五章,决赛的挑战 在一路逆袭成功后 李昂的球队成功闯入了冠军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 这支队伍的球员技术高超 战术也非常成熟 李昂和他的球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昂在比赛前夕制定了一个精密的计划 他决定利用球队的优势和对手的弱点 设计出一个独特的比赛策略 这个策略需要球队在比赛中不断调整和应变 并且在最后的时刻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第六章 奇迹的时刻 决赛的比赛激烈而紧张 李昂的球队在比赛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战术 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 球队仍然落后对手 但李昂的策略开始逐渐发挥效果 球队在最后一分钟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成功逆袭对手 最终取得了冠军 这场比赛成为了橄榄球界的经典之战 李昂和他的球队创造了逆袭的奇迹 李昂的智慧和策略 让他在橄榄球界重新获得了尊重 也实现了自己夺取冠军的目标 第七章 幸福的结局 在获得冠军后 李昂和他的球队庆祝胜利 并且感谢了所有支持他们的人 马里奥也来到了现场 为李昂的成功感到骄傲 他们一起回顾了这段艰难而充满冒险的旅程 并且为未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 李昂和他的球队 从一支被嘲笑的坑爹球队 逐渐成为了橄榄球界的明星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比赛和胜利 更是关于智慧、勇气和团结的象征 第八章 战后的重建 球队的转型 在冠军庆典结束后 李昂的球队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 如何在胜利后保持持续的竞争力 获得冠军后 球队的名声大噪 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和商业合作机会 然而 这些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李昂决定利用这段时间 对球队进行一次全面的转型 他引入了更先进的训练设备 改善了球队的饮食和健康管理 并且聘请了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师 来帮助球员们保持最佳状态 此外 李昂还着手改进球队的战术 让球队在未来的比赛中能够更具竞争力 马里奥的挑战 马里奥在看到李昂的球队取得成功后 也开始对自己的事业进行了一次改革 他决定将一些商业资源投资到体育领域 并且与李昂的球队建立了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能够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也为李昂和他的球队提供更多的支持 然而 马里奥的商业合作遇到了一些困难 市场上的竞争激烈 合作伙伴的选择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马里奥开始寻找李昂的帮助 希望能够借助李昂的智慧和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李昂的支持 李昂在了解了马里奥的困境后 决定帮助他的哥哥 他利用自己在橄榄球界积累的经验和人脉 协助马里奥解决商业上的问题 他们一起研究市场趋势 制定了详细的商业计划 并且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了深入的谈判 李昂和马里奥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他们成功地将一些重要的商业合作落实到实际操作中 这不仅帮助了马里奥的事业 也为李昂的球队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第九章 新赛季的挑战 赛季开端 新赛季的到来让李昂和他的球队充满了期待 球队在冠军的光环下 面临着更高的期望和压力 各大对手都希望能够挑战李昂的球队 重新夺回冠军的荣誉 李昂在赛季开端前进行了全面的准备 他加强了球队的战术训练 并且对球员们进行了心理上的辅导 他希望球队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赛季的挑战 并且保持冠军的荣誉 挑战与机遇 新赛季的比赛一开始 李昂的球队就面临了强大的挑战 对手们都加强了对李昂球队的研究 针对性的制定了战术来对付他们 球队在开局阶段遇到了连续的失利 这让所有人对球队的实力产生了质疑 李昂没有气馁 他坚信自己的战术和球队的实力 他重新调整了球队的战术策略 并且进行了一些关键球员的调整 在这样的调整下 球队逐渐找回了状态 开始在比赛中取得了一些胜利 马里奥的支持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 马里奥再次成为李昂的重要支持者 他通过商业渠道帮助李昂球队 获得了一些额外的资源 并且与一些知名的体育品牌合作 提升了球队的形象和实力 马里奥的支持让李昂的球队 能够更好的应对赛季中的挑战 第十章 最后的决战 决赛的准备 随着赛季的深入 李昂的球队逐渐回到了正轨 并且成功地进入了决赛 这一次 他们的对手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球队 这支球队拥有一流的球员和强大的实力 李昂知道 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决赛前 李昂加紧了球队的训练 并且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比赛计划 他要求球员们在比赛中保持冷静 发挥出他们的最佳实力 李昂还带领球队进行了多次的战术演练 确保他们能够在比赛中灵活应对各种情况 决赛的高潮 决赛的比赛激烈而紧张 双方球队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李昂的球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对手的攻势如红 让李昂的球队陷入了困境 然而 李昂并没有放弃 他冷静地分析比赛的情况 并且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战术调整 这个调整让球队重新找回了节奏 并且在最后几分钟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逆袭成功 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李昂的球队成功打破了僵局 逆袭成功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成为了赛季中的经典之战 李昂和他的球队再次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和智慧 第十一章 荣耀与未来 冠军的庆祝 在比赛结束后 李昂和他的球队迎来了冠军的庆祝 他们在球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感谢所有支持他们的人 李昂的球队再次被誉为橄榄球界的明星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传奇 未来的展望 李昂在庆祝后 开始思考未来的计划 他希望能够将球队的成功延续下去 并且推动橄榄球运动的发展 他设立了一个基金会 旨在支持橄榄球青少年培训 并且推动体育事业的普及 李昂和他的球队 从一支被嘲笑的坑爹球队到成为橄榄球界的冠军 他们的故事展示了坚持和努力的力量 他们不仅仅在比赛中取得了成功 更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意义 我们下期再见